小朋友你好呀,今天我们要来讲的绘本故事是 世界第一的帽子 这座小城里的人都非常喜欢帽子 都为自己的帽子感到骄傲 于是有一天,他们决定举办一场帽子大赛 看看谁的帽子最好 大家得意地戴着自己的帽子 从小城的四面八方赶来了 各位,帽子大赛现在开始 请选手们登场 我的帽子有这么长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的帽子才是最长的 我的帽子是可以戴好多帽子的帽子 瞧,就是这样 我的帽子是戴在肉球上的帽子 哎呀,疼疼疼 我连衣服和洋伞上都是帽子的图案 我的帽子大到可以戴在热气球上 就像这样 评委们头碰头,热烈地讨论起来 最后,他们决定把冠军的称号 奖励给热气球的帽子 正在颁发奖杯的时候 有一个男人大声地嚷了起来 等等,先不要给他 你们还没看到我的帽子呢 可是,你根本没有戴帽子呀 瞧,这是什么 那个男人的头顶上 扣着一顶小到不能再小的帽子 哇,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看见过 这么小的帽子呢 嗯,这可怎么办呢 到底谁才是冠军呢 观众七嘴八舌地嚷开了 他才是冠军,对,对 就在这时,突然刮了一阵风 把那顶帽子给吹跑了 糟糕,这下可乱套了 大家赶忙找起帽子来 没有,这里也没有 大家拼命地找啊找啊 找到所有人都筋疲力尽了 还是没找到那顶小帽子 那个男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 大家都很失望地回家了 那顶小小的帽子呢 他乘着风朝远方飞去了 过了很久 小城里的人们还惦记着那顶帽子和那个男人 大家议论纷纷 你说,那顶小小的帽子到底跑哪里去了 那个男人到底是 那顶小小的帽子 这伙正戴在一只瓢虫的头上呢 他特别喜欢这顶帽子 不管去哪里 他都戴着这顶帽子 对了对了 据说打那以后 那个男人再也没有在小城里出现过